北京时间2月10日11时左右 厦门蓝天救援队18名队员平安抵达土耳其伊斯坦沃尔 原本按照计划 厦门蓝天救援队将继续乘坐飞机前往开赛里 但由于开赛里的天气和路况原因 经评估和对接 厦门蓝天救援队改为登附阿德亚曼地震台区 随后救援队员们乘坐飞机 从伊斯坦沃尔起飞于北京时间14时左右 到达到加基安泰国 队员们来不及休整 迅速坐上汽车前往阿德亚曼载区 厦门蓝天救援队队长石草介绍 到达指挥部后 他们将马上领取安排任务 开展救援工作